加拿大负责监督公共服务的财政委员会在声明中称 已发现TikTok对隐私及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 并宣布将从2023年2月28日起 所有政府的行动装置必须删除TikTok应用程式 并禁止下载该软体 就在上周加拿大驻纽约的总领事馆 刚刚被要求关闭其TikTok账号 随后政府就下达了正式禁令 加拿大前国会议员赵锦荣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由于TikTok在加拿大年轻族群中深受欢迎 中共很容易利用该平台进行虚假宣传及洗脑 所有中国中国称内内的中国称有限连续的法律 关系统策则是依换得到的 法律群中控制制和制定制 产生的规则将由于联系统策则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希望这一决定可以促使加拿大人提高对资讯安全的关注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一李威 舒燦采访报导